好 再看完了生死段隘之后 咱们下边来接着看个课文部分 38课的课文 这个38课谈到了水和旅行者 就是我们去偏远地方 饮用水如何注意安全 避免咱们半岛就死了 咱们先看第一段 他先谈到水资源供水污染的一些原因 先看第一段第一句话 咱们看屏幕 这是个长句子 他说 第一行带下滑线的部分 是句子的主语 他说水就是水供应的污染 供水的污染 这个后面那个water supply 修饰前面contamination 这个污染不可数名词 生死讲了 通常是由于以下这几个原因 我们看这几个带下滑线的部分 一个 两个 三个 还有四个 这四个并列都是做due to 这个介绍段隘的病语 由于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poor sanitation close to water sources 这close to water sources 是后制动语修饰前面那个poor sanitation sanitation就是这个 废水处理呀 什么清洁卫生保健呢 是这么一个 就是在临近水源地区的 非常差劲的 这个清洁卫生系统 就是很多一些 在临近水源地区 这个地方下水道啊 它这个什么排水 排放污水的设施不好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sewage disposal into the sources themselves 后面这个into the sources themselves 依然可以看作 就是sewage disposal的后制令 disposal就是处理呀 最终的排放啊 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这个废水怎么样呢 污水废物 就垃圾排放的石料 直接排放到了水源本身 就是把这个 这个脏水直接排放到了 我们用于喝水的 这条河里面去 这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 leakage of sewage into distribution systems leakage of sewage 就是废水的这个泄漏 那么后面泄漏到哪呢 这个into distribution system 依然可以看到 后制令 修饰前面那个 leakage of sewage 就是泄漏到了 这配水系统里面去 但是这个泄漏 这个名词在中文中 翻译时可以当动词来翻译 中文中不是动词 这样的统治地位吗 就是这个污水泄漏到了 配水系统里面去 当动词翻译通词多了 最后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contamination 还是不可说明是污染 什么污染呢 就由于工业 或者是农田的废料垃圾 而造成的污染 在最后一个搭配里面 这个waste industrial or farm waste 这个黄言词 它可以看到原因状语 这个waste 借词waste 可以表示原因 反正因为 类似于because of 这么一个结构 这是第一句话 大致的文法分析 咱们看看里面 一些小的细节 首先看一看 一个生词 就是leakage 表示泄漏 咱们看看大致的这个解释 leakage泄漏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 也可以当可数名词来用 都行 还是强调抽象 不可数 强调具体可数 泄漏 这个行为是不可数的 一处两处的泄漏 就可数了 它表示什么呢 when gas water etc. leaks in or out or the amount of it that has leaked 就是当气体 或者水 泄漏进去 或者泄漏出来 或者是 它泄漏的这个量 都叫做leakage 就是水或气体泄漏 或泄漏出来 这个东西这个量 都可以 注意 这个词 可数不可数都行 在本文中 可以当作动词来翻译 就污水泄漏到了 这配水系统里面去 distribution system 翻译成配水系统 当然有的时候 也指配电系统 它的中心词 distribution 来自于36克 讲过的动词 distribute 叫做分配的意思 咱们再复习一下 36克讲过这个句子 就是213页 第二段的最后一句话 213页 第二段的最后一句话 出现这么一句话 他说 As an administrative overheads rise so the earnings of the business after meeting the expense of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fall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经营的 这个经费上升 所以呢 我们公司的这个利润 在支付了这个 经营管理的费用之后 这个利润会下降 And the business will have less money to distribute as dividends or invest directly in its futur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并且这个公司本身 就将会有更少的钱 作为股息红利 来分配给这个 这个持股者 分配给股东 或者是呢 也有更少的钱 能够直接投资到 公司未来的进步和发展 这个distribute 叫分配的意思 分配 把股息 dividend 分配给每一位股东 这是分配 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distribution 再加system 就构成这个短语 叫distribution system 配水系统 配水管网 或者叫做配电系统 这个也像 就是把这个水资源和电 分配到各家各户 各个单位去 这么一个系统 叫做distribution system 本文中就是 这个污水泄露 就到了配水系统里面去 或者是什么呢 最后是由于工业 或农田的垃圾废料 而造成的污染 这个contamination 后面的with 在这儿表示原因 表示原因 这个借词 直接可以发现 because of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而导致什么什么结果 咱们看一些例子 she was shivering with cold 这个女孩子因为寒冷 而浑身发抖 这个with强调原因 再比如说 my hands are rough with work 我的双手因为工作 而显得粗糙 这个rough是粗糙的 with在这儿强调原因 再比如说 Anna was scarcely able to stand with exhaustion Exhaustion是疲劳疲惫 因为疲劳Anna几乎都站不住了 scarcely就是horly 几乎不的意思 这是因为 好 这个我们下面再继续看 因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是工业的 inductual 还有农田 farm 后面有个词就waste 这叫垃圾或者是废料的意思 垃圾或者废料 注意这是个不可数名词 这个不能用复数 它表示unwanted materials or substances that are left after you have used something 在你使用某东西之后 那么剩下的这些 不想要的这个材料 或者是这个物质 就是用了之后 要扔掉的垃圾或者是废料 不可数名词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household waste 家庭垃圾 就是家里做完饭之后 扔的那些烂七八糟东西 industrial waste 工业垃圾 工业废料 chemical waste 化学废物 就是在化工厂生产材料之后排放的化学废料 等等等等叫waste 第一句话分析了水源供应的污染是四个致命原因 好后面他进一步说 他说即便在水的源头之处是干净的 到了我们手中的时候依然可能会脏 咱们看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进一步说 Even if a pipe water supply is safe at its source it is not always safe by the time it reaches the tap 前面先出现一个让步状语 即时 即时呢 这个pipe water就管道供水 就是用水管弄过来的水管道供水 这个water是不可数的 后面就是supply就可数了 就管道供水的这个管道用水的这个供应 在源头之处是安全的 这是让步状语 怎么样呢 it is not 这个it还是指这个供应吗 就指the pipe water supply了 怎么样呢 那么到我们到达水龙头的这个时候 依然可能是不安全的 并不总是很安全的 后面这个by the time it reaches the tap 是时间状语 到到达水龙头的时候 这个后面这个it reaches the tap 这个黄颜色的 可以看着定义从具 修饰前面这个the time这个时间 可以看着省略了 关系复词when 或者是关系复词net 或者是at which 都有可能 这是咱们老知识复习 当然还有一派语法学家 干脆把这个by the time 看作复合连词 就类似用when 这个也行 都可以 两个说法都讲得通 但字面上确实是 借词加名词 我们加定义从具 这是这个第二句话的语法分析 我们看看里面那些小的细节 首先这个piped water 这来自于pipe pipe我们知道 说名词是管道 但本文中当动词来用 就是用管道来输送 就是to send a liquid or gas through a pipe to another place 就是通过一个管道把液体或者气体送到另一个地方 这个动词叫做pipe 就用管道来输送 那咱们看一下例子 villages with no piped water 没有管道供水的这个村庄 都对我们自己的打井 在这边没有上水管 把水连过来 就管道的供水 pipe water 本文中也是这个用法 再次我说 80% of sewage is piped directly into the sea 污水里大概80% 直接用管道直接排入大海 这个pipe在这儿 急不动死用了被动 就是用管道来输送来排放 这个意思 本文中是即使这个管道水源的这个供应 在源头之处确实安全 但怎么样 it is not always safe 并不总是安全的 by the time it reaches the tap 咱们再看一看这个by the time 后面这个定义程序 咱们可以看作省略了by the time when it reaches the tap tap就是水龙头 可以看作省略关系副词when 也可以看作省略关系副词that 大家注意that未必是关系代词 在这里面相当于when是关系副词 或者干脆用at which接行 这个词是借词加关系代词which which不可能当关系副词的 它相当于前面的副词net 就是到到达水龙头的这个时刻 因为which就是the time 它不是跟借词at大飞吗 在这个时刻 到达水龙头处可能就不安全了 就提醒这些旅行者 看待水龙头来借水喝未必安全 尤其是这个类型的自来水 更得注意咱们看第三句话 什么自来水的注意呢 intermittent tap water suppli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particularly suspect 前面那个第一行带下话签的部分 是句子的主语 intermittent叫断断续续的 一会儿有水一会儿不出水 断断续续的自来水的供应 这个tap water 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自来水 这个tap就是水龙头的意思 当然在美国往往水龙头 也能叫faucet 就是f-a-u-c-e-t f-a-u-c-e-t 在英国一般都用tap 在美国都用faucet 应该说更常见一些 都可以 那么自来水的供应怎么样呢 断断续续在时空 尤其应该被认为是 be regarded as 被认为是的 被看到是什么呢 特别可疑的 什么一个现象 我们知道as在这是借词 但as表示借词作为是 后面经常可以直接跟形容词 这种情况下老师讲过 咱们一般可以视为是 在as后面省略了being这个词 as being particularly suspect 这个being是完全可以加上的 但一般可以被省略 省略之后也可以 所以这借词as后面加形容词 并不新鲜 这是省略了being这个词 particularly是尤其特别的suspect 当形容词来用 就是可疑的注意 这不是名词 也不是动词 动词动成suspect 是怀疑 名词依然动成suspect 但是嫌疑犯的意思 三册第一课讲过 一个在逃的嫌疑犯 a suspect at large 就是这么一个结构 这个suspect 当形容词来用 我们在21课讲过 这是复习 咱们就看一看21课里的句子 在121页第4行最后到第5行 121页第4行最后到第5行 or the sheriff made suspect by vicious gossip 或者因为邪恶的流言 而搞得行迹可疑的这样的治安长官 这个suspect在这种形容词 翻译成可疑的 类似于suspicious这个含义 好 那么这个 第一段先介绍了 对旅行者来说 出远门一定要注意 这个水的污染 有四个原因 尤其是水龙头得注意 不见得一定安全 这介绍了大致的一个东西 在第二段 作者进一步更详细的阐述了 我们应该如何保证水的安全 那么封建 在什么情况下水可以喝 在什么情况下水 喝起来要谨慎 好 我们第一段先刻到这